大家好,现在大家的焦点就回到现在中美两边, 未来的角力会是怎样, 这个角力是角落的角,不是国家的角, 去到这裡的情况,我们不理美国那边的情况是怎样, 因为美国无论局势是怎样, 对华的政策都是会强硬的,只不如程度不同, 我们今天不妨可以首先对比一下, 习近平给拜登那个贺电, 与四年前给特朗普那个贺电, 有些什麽不同呢?中间看到什麽问题呢? 这些才是巧妙的地方, 与此同时,中国大陆那边的国防部, 开始去评美国国防部, 因为最近换了一个临时代理的国防部长, 所以他们两边的国防系统又有互相放横, 我们不妨又可以将这些放在一起, 看到有什麽的蛛丝马迹了。 第一件事可以看到的, 习近平现在迟了很久, 最低限度, 美国那边的法庭是未有正式宣布, 说拜登赢的, 只不过是说他的行政的程序, 就是启动了交接了。 到今时今日, 特朗普还说我还要继续努力通过司法等等。 这边就是美国那边的进展, 无论怎样都好, 习近平是很迟才向拜登发贺电。 接着再看贺电的内容, 有几件事要注意了, 第一件事是短的,很短的。 短过4年前比特朗普那些很多的, 第一个。 第二个,你看措辞其实期许, 即期望和许愿是没有了很多的, 即是弱很多的。 反过来,第三样看到就是审慎的程度又多了很多。 大家说,为什麽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? 我不妨可以先将4年前后的背景分析一下, 凡亲看这些所谓的贺电, 因为它是现阶段法的, 但是一定脱离不了现阶段的时代背景。 4年前,当时就是美国的民主党下台了, 但是大家都记得拜登,即是那时副总统, 而跟着就是奥巴马年代, 奥巴马执政8年, 8年裡面,对华的政策还是原习当时克林顿的政策, 即是说对华是软硬兼私, 不过两者是平衡的,又软又硬, 到最后就是打印住波, 这个广东话大家都明白了, 什麽打印住波即是镜住镜住的, 不是一锤重锤打下去的。 所以奥巴马执政8年裡面的中美关係, 就不像现在裡面那麽紧张, 那麽多矛盾重生的。 所以那时候即使是特朗普上台了, 所以大陆那方面, 给特朗普的贺电裡面的期许的成份, 其实都很强的。 但是现在4年之后, 特朗普与大陆与习近平的蜜月期不够一年, 顶多给他一年了, 当时还说与习近平很老友,有私交等等, 一年之后基本上就抹面了, 积累了现在有4年的矛盾, 所以即使民主党在那边是重新上台, 但是形势已经变了, 现在大陆还会不会以4年前奥巴马年代那种民主党的政策, 来计算今日,如果拜登上台之后, 那个对华政策会不会还是这样呢? 大家都知道不会的了, 一定是比以前美国民主党执政的时候紧张的了。 所以背景讲了之后, 不妨可以看看那些具体的措辞了。 我对比过,如果是两个贺电裡面都会有的, 包括什麽呢? 他们讲到两个关係, 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是什麽呢? 就是说健康、稳定、發展等等, 是官话而已, 无论对哪个总统上台都是这样讲的了。 好了,跟着讲的是不冲突、不对抗、 互相互尊重、合作共赢。 两个贺电裡面都有的。 大家看这些来讲, 你發给任何国家的贺电裡面都有这些内容。 好了,跟着我们开始看到有不同的地方了。 首先就是在给特朗普的贺电裡面, 你看见习近平是真的已经毫无忌諱。 就是说,其实世界的关係就是G2的关係。 它没有用G2这个字眼, 全世界那时候都讲不是G20, 是G2是中美两个国家的角力的关係, 互相增持,又互相合作的关係。 习近平在对特朗普的贺电裡面, 讲到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, 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。 两者,这个两大的经济体去到怎样? 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, 真是将中国提到很高。 其实4年前, 中国跟美国的实力差距, 你从GDP来计算, 仍然是相差一大绝的。 到今时今日,虽然是少于一倍之内, 但是仍然是相差一大绝的。 但是那时候, 习近平4年前上台,即是2016, 他坐了大概都是2012上台。 那时候已经觉得中国风生水起了。 所以,他这些是毫不忌諉的。 跟着还讲中国和美国现在是有特殊的重要责任, 对特朗普的期许是否很强烈呢? 但是现在对拜登的贺电裡面来讲, 基本上这些内容是没有的, 或者是很平铺秩序那种的。 好了,更重要的要注意一件事, 就是在比特朗普的贺电裡面, 讲到大家要管控分歧, 在拜登的贺电裡面都有的, 但是必须注意, 在比特朗普的贺电裡面有5个字, 是在比特朗普的贺电裡面是没有的。 讲到管控分歧,是什麽呢? 就是前者是有叫做建设性方式。 大家都知道了, 现在你说大陆不是骂到特朗普死了吗? 他刚刚上台的时候, 大陆是希望有建设性方式, 特朗普你都会做。 现在摆明是没有的了, 所以比特朗普的贺电裡面没有了这5个字, 即是什麽呢? 其余就没有了,审慎就加强了很多了。 怎知你拜登上台之后是什麽呢? 跟着拜登现在亮出他可能的班底了, 布林肯这个已经摆明, 他一定是会跟西方的合纵连环加强, 然后再跟印太、亚太的合纵连环加强。 早前有消息传出来是非洲, 但非洲我估计暂时美国未有能力, 一下子去到那裡的。 你只是看那个贺电裡面, 已经看到很多的合作, 不提的。 对拜登的贺电裡面, 很多的合作空间等等, 没有提到的。 所以这些可以看到现在大陆对美国那方面, 仍然是骗着拳头打架的了。 好了, 我们不妨又跳去看另外一个相关的新闻, 就是中国国防部就美国一些国防官员的讲话, 又作出回应了。 因为较早时候,都不是很久了, 这个月初,特朗普他趁这个时候, 就换了那个国防部长, 埃斯柏,到最后这个时候下台, 就临时弄了一个上去, 这个就是米勒了。 好了, 米勒一上台之后,暂待了。 他立刻就讲了, 中国大陆这个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制住它, 还要有国际的军事行动等等。 这段时候, 大家记得特朗普答应了台湾卖武器的, 新一轮的武器。 跟着台湾那边来讲, 虽然未必很快有成绩, 但是已经成立了一间国际造船公司了。 是做什麽? 做潜艇,第一件事。 做潜艇就是加强台湾周边的水域安全。 如果你大陆,你射导弹等等, 台湾那边就靠美国的爱国者导弹来顶住。 如果你说在水域那裡来讲, 现在台湾的自制武器不够大陆那边来的。 但是无论怎样, 你现在刚刚说早见了, 还有一段时间, 不过巧妙的地方就是, 美国早前是不是有一个行政专机飞去台湾? 这个新闻已经出来了, 但是现在双方都不证实、不否认、不评论。 这个就是两边,美国与台湾的态度了, 不否认、不评论。 它这样表态, 大家如果从外交语言裡面, 一般行内人怎样看的呢? 从老百姓的角度可能不同, 老百姓说人家都不讲了, 我们有什麽办法猜测呢? 但是从国防、从外交的语境、语言的境界来看, 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即是不否认, 不否认才是最重要的, 你不评论的话,我是间接承认的。 我不否认,我是间接承认的, 我不想你知道那麽多才不评论。 所以这个不否认的重点在于间接承认了。 现在讲什麽呢? 就是讲美国海军二姓少将司徒德曼访问台湾, 跟着大家就不出声的,是吧? 这裡其实是一个外交的策略技巧, 无论是真还是假, 是不是已经创造了一股挑动大陆政治神经这个效果? 可能是假的,可能是空机来的,我举例。 跟着这段时候,我经常跟大家讲, 真正的外交场合的秘密活动, 怎会有人知道的? 很多时候是很多年之后才知道的, 我马上可以举一个例子,就是基辛格, 当年秘密飞去北京跟周恩来谈, 那时候中美什麽时候见交? 那时候基辛格还是先去国事访问巴基斯坦, 然后有辆专机秘密的车去北京, 他当时还要做一件事, 就是说去巴基斯坦的国宴那晚突然炸肚痛, 炸肚痛不行了,我要回酒店。 于是车他回酒店, 怎知一个屈尾尚就车去机场, 静静地飞去北京, 轻轻飞回来, 第二天一开门,没事了,肚子舒服了。 这件事八年之后才曝光的。 所以我经常讲现在美国与台湾, 它是要提升双边的关係, 所以它做些事出来, 吓你大陆,你说搞搞阵,国际是国际关系来的。 如果什麽东西都是曝光的, 那用什麽有什麽物事、特事, 甚至上很多是在第三个地方去谈的。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, 就是美国国防那些跟台湾交往, 甚至上台湾现在才成立间製造潜艇的公司, 什麽时才做得来。 但是既然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在, 换句话讲, 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援呢? 我是用军事支援这个字,不是军事参与, 军事支援,即是说美国一定会backup的,是吧? 所以去到这个位置, 大陆开始要由大陆的国防部表态了。 好了,我们不妨可以看看它怎样表态, 很过瘾的。 首先,第一件事, 大陆国防部发言人任郭强, 不是任志强,任志强被人抓了, 所以一字之差,命运不同。 好了,这个任郭强怎麽讲呢? 他说中国是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, 坚定奉行国防的防御性的政策等等, 坚决去维护自身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等等。 这个部份我不否定的, 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。 好了,跟着他放烟幕弹了, 大家要懂得撥开烟幕去看了。 他怎麽讲呢? 任郭强说中国是永不称霸, 永不抗张, 永不谋求势力范围。 大家一听之后, 永不称霸? 即是好像邓小平那时在联合国发言, 中国永不称霸的, 如果中国有朝一日称霸, 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中国。 邓小平讲的, 他叫反对中国。 变成现在任郭强永不称霸就没有了后面那一段, 如果是中国称霸, 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。 但是大家看看, 中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否永不称霸, 永不抗张, 你看一带一路就知道了。 一带一路本来是六十几个国家, 但是现在大家都涌上去有钱分, 不是有钱挖,不是有钱分。 跟着大陆贪性不知书, 那时候没有想过有一个中美贸易战, 所以到处扔钱。 突然间你看一带一路的版图, 已经扩展到一百一十几个国家了。 本来是向西发展, 现在是向东去南美国家了。 你说这些便是扩张,是吧? 你说他不扩张,不谋求势力范围, 其实你现在在谋求势力范围了,是吧? 你跟这14个国家签那个RSA区域的经济业议, 这个来讲是因为你要创造一个势力版图, 然后跟美国是捏过。 所以这些说话,任国强讲这些说话, 我想没什麽人相信的。 因为我经常讲,你最好的行为, 说服别人的是国家行为,不是你讲过什麽。 你现在这些来讲,可以讲就是说, 你对于强敌,你一定收, 因为你有制约,你对于弱的对手,你一定欺负。 这个是中外股金的规律来的, 你有利益,或者你有需要,你就去做这些事了, 不存在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人性, 有没有人政之类,即是人事的政治主张等等。 第二件事我们又可以看的, 就是任国强他裡面又讲到刚刚大陆早前通过了的, 解放军的联合作战纲要, 过去我都分析过了, 这个是与江泽民那时候的解放军的战备纲要略有不同。 好了,现在任国强怎样解释呢? 他说我们现在通过这个不是去打人的, 只不过是应付新挑战、新威胁, 要将现在我们大陆方面的军备, 是精确化、智能化、隐身化、无人化。 即是怎样呢? 不要紧了,你不断提升隐形战机, 或者现在你说不需要太真人了, 机械、电脑这些是无人的, 都是打仗的。 好了,他说我们的重点是这样而已, 但是我经常跟大家讲你去看大陆的东西, 你不要单单看他一方面讲了什麽东西, 但是另外你又要看他另外那方面讲了什麽东西, 这些才是实质的。 好了,我马上看回习近平最近在一个军委的会议上, 他提出了,我用他的原话, 他说是要讲现在中国解放军是要研究打仗, 研究打仗无所谓,研究而已,你不是打吗? 跟着就要懂作战,好了,我都不质疑他这些。 跟着习近平讲,军队现在要坚持聚焦打仗, 即是怎样?即是要做定准备了,是吧? 现在尤其是任国强说, 他是要回应美国那方面最近讲的, 就是说他要组织一个国际上联合的军事实力, 来压制中国。 这些米勒讲完的话, 如果大陆那方面没有回应, 给人感觉你肆虐, 你回应无论做不做得到, 这个是一个一般外交的姿态, 如果你不回应来讲, 一定是被大陆那些鹰派骂你的。 所以他一回应的时候,我马上就想了, 习近平最近不是讲要准备打仗的, 这个是主要针对台湾,是吧? 还有一件事,又是近期的新闻来的, 台湾师范大学, 有一个以前的学者叫做施政平, 他最近怎样? 其实被大陆扣了一段时间, 最近大陆又用间谍罪判了4年。 在这段时候这样公开讲, 即是用施政平案来警惕大陆的军民, 随时要打仗, 随时台湾又搞间谍, 美国又在背后。 这些说话与任国强所讲的, 即是我们作战的纲要只不过是防御而已。 两者摆起来说,你信不信? 是吧?我经常讲,任何冲突都是双方的, 你不能够将责任全部推去对方。 你说美国在搞乱中国, 都是一方面的言辞, 美国他的讲法就是中国现在不断扩张, 这是人类发展裡面的一个讲不清的事情。 所以关键是怎样做, 以及你那个行动裡面, 又没有大多数人的支持。 任国强讲讲讲讲来讲, 又讲到第三件事, 就是什麽呢? 就是他将所有的责任推向美国。 他其中讲什麽呢? 就是说现在美国在印太地区, 我用回任国强的原话, 他说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早建一支新舰队, 以更全面应对中国的威胁, 跟着就是任国强认为这个美国的老套路, 先是制造敌人炒作威胁, 然后对内就是要钱要物, 即是说要国会撥钱等等。 对外争霸、称霸, 跟着将戏虽然是旧, 但是他照做,完全是冷战思维等等。 我看完任志强这些讲话的时候, 我马上想到一件事, 他用这样的语言去批评美国, 但是中共自己本身是否又这样做呢? 可能做得更重要, 他裡面所讲的先是制造敌人, 你只看香港, 他才制造了敌人,本来无敌人, 他说你所有这些不听话的都是敌人, 民主派你是敌人, 你去争取自由民主的那些年轻人又是敌人, 现在教育过去他们自己搞的通识, 其实特区政府自己搞出来的, 现在效果不如他们的理想, 其实是可以令到很多年轻人, 真是思考问题更加有层次, 结果他现在又要大家变了人头猪脑, 不要想事情,不懂想事情, 所以他才制造了那班敌人, 这些就是他跟任国强去骂美国的语言一模一样, 跟着炒作威胁, 我马上想回香港, 现在所讲的威胁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, 是你说包括外国,你在香港外国势力、外部势力等等来讲, 其实我经常讲,如果有,这个是常态来的, 只不过是说执政者你有没有能力, 有没有高的智慧去想出比人更高明的方法, 你想不到, 你就不断丑了这些外国威胁, 现在完全应验任国强骂人那些事, 其实是骂自己,是吧? 他跟着就说美国它对内要钱要物, 对外是争霸、称霸、称霸, 我马上想回共产党在香港, 你现在大湾区刚刚林郑那个施政报告, 什麽都投入大湾区, 现在这些对内就要钱要物, 什麽都投入大陆, 跟着对外就称霸、称霸, 这些来讲我不需要多讲, 大家完全很明白的了, 所以正因为这样的时候, 我们不妨可以留意下, 最近这个党史专家, 中共党史研究室原来的副主任张白家, 他忽然间又有一个讲话, 我不去猜测他的讲话的背景, 我经常与人为善, 我都觉得他这种讲法是可以是一个, 即是如果是work的话, 是可以是好的,就是怎样呢? 他提出这个时候, 无论美国那边的政局是怎样, 这个都是一个暂时的缓冲期, 如果你说拜登上台的, 现在他都要搞国内的问题, 搞疫情等等, 未必马上针对大陆, 跟着他会先做好他西方盟友, 尤其是欧洲那方面的合纵连横, 张白家认为这是一个缓冲期, 他建议趁这个缓冲期, 大家试探一下对方的做法, 甚至上如果你是特朗普流倒下来, 他又会不会调整政策呢?等等。 变成了张白家提出, 这是一个空枪期, 所谓空枪期不是没有, 而是趁这个机会做一些缓冲, 所以他提出能够做一些宽鬆的试探工作, 从策略上我不否定的,是吧? 好了,这里只不过是有两点提出来, 希望大家深思的, 第一件事就是你知道大陆这些学者, 往往很多这些言论不一定是他自己独立, 甚至上有独立意见不一定给你出的, 如果你跟现在官方的政策是有违背的, 所以张白家这些说话我不管背景, 但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, 他究竟是缓冰之计, 还是畅商网呢? 畅商网就是一边, 你看任国强那些东西, 美国我跟你砌, 我对你这些东西会反驳的, 另外一边就是学者, 是温和一些的, 但是这个究竟是策略还是真正的意图呢? 不知道, work不work呢? 还要看看高层习近平他买不买这些内容。 第二点要注意的, 历史告诉我们, 中共对于强敌一定会一手硬一手远, 然后换兵之计, 到它有实力的时候来讲, 你想驾驭它也很难。 它是一种共产主义, 不是指中国共产党, 我是指共产主义这一个物体, 本身是一个政治病毒来的。 它自己慢慢發展的时候来讲, 它那种病毒的危害性, 连它自己也害了。 所以,如果它对外的, 它一种换兵之计只是策略, 对内或者对弱者来讲, 它只会是步步进逼。 你看看现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, 对于一些非洲国家开始不听话那些, 就制你,减少投资, 逼你还钱。 你没有钱还, 你就要按承诺, 你的港口土地要给我, 就等于当年的帝国主义,一模一样, 只不过不叫帝国主义这个名字。 所以,蒋伯家的讲话的原意我不猜测, 我亦都以善良的角度, 希望它这些说话去到中共高层裡面去听一下, 如果不是, 又是变成了我经常讲的大白沙、德鵬牙。 好了,另外一个值得提的就是, 既然张伯家提过这些意见, 它有standing的, 它是党史研究室原来的副主任, 虽然现在已经下台了,人去查量了, 但是你这些声音都出来了。 好了,既然是这样, 大家记不记得我过去, 亦都在这个节目裡面讲过很多次的, 如果你是趁拜登上台, 上不上到台, 之前制造一个缓和的宽鬆气氛的话,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香港, 你就在香港才制造一些宽鬆一点的东西。 然后你对泛民追杀, 不要追杀得那麼紧, 你达到你的目的, 跟着你对那些年轻人, 你对现在12个在深圳被扣的人, 你是不是可以宽鬆一点? 甚至上现在在教育方面, 你不要捏到那麽死, 如果它不改, 是趁美国方面一个所谓缓冲期, 而加强对香港的压力, 即是换句话讲, 张伯家讲这些都不合理了, 你跟着香港来讲, 继续压下去的时候, 是不是应验我刚才所讲的, 你对强敌就是缓兵之计, 对弱者你就步步进逼, 这个人怎样服你呢? 所以将近期的一些情况, 摆出来评一下道理, 我估计大家正常人都会想得出, 我刚才所讲的真是有道理, 所以关键就是看未来发展, 看实力, 官民中外的实力如何去对比,如何平衡, 好了,拉拉扯车又讲了很多了, 所以总之大家不要放弃, 继续关心,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,拜拜